影片中的八十六歲齊老哈佑 一步一步地要走回舊部落哈拜 这部拍摄近两年的纪录片 由广告导演魏旭虎指导 纪录以来南澳五塔部落的齊老哈佑 带着年轻人回到舊部落 齊老说不要忘记那个在深山的家 纪录片哈卡巴里斯首映会 大家在五塔国想的操场上席地而坐 专注地看着大一幕 看到这一段到哈拜旧部落寻根的纪录片 居民心情很激动 刚完了很感动 我掉眼泪了 原住民其实自从被迁徙到平地以后 他的整个的习惯跟或者说他种族的延续 都有很多的都会被埋没掉 那希望说政府啊各方面 是能够给予更多的资源 让他们能够延续下去 导演魏旭虎因为认识了五塔部落的年轻人 跟着他们一起回到哈拜 觉得这段历程一定要记录下来 让后代子孙可以认识自己从哪里来 现在的哈用长他是末代同母知识 他还记得所有这样的事情 如果不再记录下来 就不再了 部落的事情就不再 就不再 不再消失了 就消失了 刚刚部落的事情一直 是有口述传承变成影像的记录 让他可以一直留下来 记录片除了回到旧部落哈拜 还记录了哈用其劳讲述 泰雅族人如何狩猎 鞭腾造草造屋的智慧 把口传的故事用影像记录下来 让文化不再只是口耳相传 回家的路有多远呢 现在有很多的交通工具 可以让我们使用 但是如果只有走路 你可以走多远 经济物流宜兰南澳采访报导